在男人与女人之间有一些很大的区别 女人总是很内敛,不轻易显露自己的真情 所以很多时候原本有感情的两个人都会这样白白流逝了美好的情感 但是女人有些时候又是情绪化的动物 一旦她发现你就是她所爱的人,就会在各个方面显露出来 一般来说,女人如果有这四种表现,说明对你动了真情 她想掩饰反而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真实的内心 一,总是时常傻傻地看着你 一个女人如果对你动了真情,在女人的眼神里最能体现这一点 女人能够在眼神中传递给你自己对你的浓浓爱意 一旦你有所察觉,女人开始会觉得很害羞 但是过久之后,女人会勇敢地表达自己对于你的想法 女人会对你时常眉目传情,或在你身旁时常来回出现 引起你的关注,希望你的目光能落在她的身上 她身上一些细微的变化 二,对你表示很关心 假如有一个女人对你动情了,或者你的持续追求让这个女人动了情 女人不会直接接受,但是会对于你慢慢有一种兴趣 一种对于你现在的工作,你的曾经往事,你的未来的浓厚兴趣 因为这个女人可能想要介入你的未来 所以开始慢慢想要了解你的一切 对于你喜欢的电影,喜欢的美食,喜欢的一切,表示多多少少的兴趣 想要跟你一起做你喜欢的事情 三,总是想留在你的身边 一个女人一旦对你有了一种心动的感觉 就会不自觉地在自己的行动和语言中显露出来 比如一个女人总是不想要离开你的身旁一米外 因为她觉得跟你在一起很有安全感 你能够给她想要的感觉 女人害怕孤独感,还是好不容易到手的情感 好不容易喜欢上的人,会突然有一天消失的无印无踪,无处可循 四,拒绝别的男人靠近 假如一个女人对你动了真情 那么女人会表现很存真 不希望这有别的男人靠近自己的身体和情感空间 因为女人想要为你保留一份完整的情感 虽然有点难度,但是还有一些女人是这样的想法 因为她很爱很爱你 女人或许是这样的生物 对于自己的爱情就是要么不爱 要么就是爱得很深,不能自己 假如你遇见这样的女人,一定要记得要珍惜 有些时候错过了就是一辈子 擦肩而过带来一辈子的遗憾